画面中一只狮子正鬼祟的前行 眼神里透露着杀气 原来是不远处在草原上晃荡的大象母子吸引了他的注意 一看小象就是刚出生没多久 走路还跌跌撞撞 狮子慢慢地跟随在他们的身后 为了不打草惊蛇 他躲到一棵枯树后面暗中观察 这是个难得的机会 得好好把握了 他紧跟在大象的后面 胡扶在草地上 跃跃于世 一切准备就绪 就等着最佳时机 而此时的大象母子仍在自由地闲逛 完全没有意识到他们已处于危险的边缘 狮子见时机成熟便叫上自己的姐妹 将大象母子给团团包围住 几只狮子从背后偷袭纵身一跃爬到大象的背上 大象也不甘示弱不断地甩动着身体 由于自己强大的身体 三两下就把狮子给甩开了 而狮子仗着他们人多势众 还在不断地挑衅大象 大家觉得今天的这群狮子能够成功从大象的掩体底下将小象拿下吗 咱们接着往下看 有着庞大身躯的大象可不怕这群狮子 只要他们一靠近就上前去赶 而小象一直紧跟在妈妈的身后 不敢离开半步 狮子们仗势欺人的举动彻底地惹怒了大象 真是拿村长不当干部 大象对着狮子就是一阵怒吼 狮子们都被这怒吼声给震慑住了 一个个都不敢贸然行动 故自心切的大象可不想就这么轻易放过狮子 紧追着狮子不放 母狮们都被吓得赶紧逃窜 而就在这时 一旁狮王看不下去了跑到大象面前准备迎战大象 谁料大象的一个转身 吓得狮王撒腿就跑 没想到威风凛凛的狮王竟然还有如此落魄的一面 而小象迈着那小短腿寸步不离地紧跟妈妈身后 在妈妈的保护下 这头小象成功地脱离了险境 脱离险境的母子俩又跟上了象群的大部队 踏上了迁徙的旅程